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大家好! 欢迎收听 你又有我是新西兰的义德投影 和社长Raymond Wong 你好!我们YOUJEMMAN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其实上个星期 有一件劲情的 就是 新年打贪 就有 两个内地的 高级人员 就下了获 一个当然跟 中人寿有关 跟中人寿有关 有人有传他跟 香港那宗 被成年 卖淫那宗案有关 其实是没有的 因为被成年卖淫那宗案 那宗案应该是另一个中人寿的人 这是整个星期的 这件事发生了 我都要说 打贪 其实内地一直都是进行式 不会就这样 就停了 那些贪污的人 其实也没有怎么停 我可以说 十八大之后 也仍然是有人 即是敢乱来的 其实是 2022年第一个落马 其实就是西藏自治区 副主席张永泽 这位哥哥其实 是工程人员 其实是做工程师 他是做水利 河流动力那些 然后他就进了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那里做事 然后就去了西藏自治区 环境保护局那里做事 环境保护局那里做了一段时间之后 就由副厅级升了做正厅级 然后就再升做党组副书记厅长 然后他2012年的4月就去了西藏东南部的山南地区那里做事 他就做山南地委副书记行处专员 他做了三年之后就升做地委书记 然后就很有趣 他那时 刚好得那么巧 2016年就变了一个市 他就做山南市委书记 然后到2017年的时候 就做了西藏自治区的政府副主席 就做了副部级 副部级结果就被人逮捕了 但是你看看之前做过什么 其实那些都不是秘诀 你想想西藏 西藏什么贪 西藏你做环保的 其实你能够有贪的有多少 我是不知道的 但是现在这一宗就是第一宗的反腐案 这个就惨在 不是那些有钱的地方 你都贪污 其实就不是很适合的 我的看法就是 那些贪官污吏 如果你在大城市 你贪少少的话 大家都找到吃你贪少少 我也觉得可以原谅 当然有人说 你这样说 你就是反反贪腐 不是 我说情有可原 你明白吗 你会理解一些 为什么大城市有些人会贪污 我绝对反对贪污 但是你要明白这个世界就是 你反极也会有人贪污 香港 有ICAC查得这么严 都有人 扔扔扔扔扔 黄斌这件事就容易一点理解 就是他就是 中国人寿保险集团的 党委书记 他也是董事长 他涉嫌违法 接受中央纪委国家 监委纪律审查 和监察审查 他是今年第二个落马 这个阿哥 当然年纪大一点 1958年出生 接着就南开大学 他是博士研究生 经济学博士研究员 接着就做过 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董事长 党委书记 交银的执行董事副行 奖党委委员 他在财金这一饭 就打滚了很多年 如果你在财金 你碰点钱 你有违规行为 其实机率应该是多一点的 当然我是反对违规的 当然一定要说清楚 但是你也明白 为什么会容易些违规 就是好像你 好像养蠔的 就是Oyster Farm 开了一个Oyster Farm 你自己也天天吃蠔 对不对 你天天对着钱 你天天都收拾钱 有些人是这样 我不是说全部都是 你银行做 当然银行有系统的管 但是有些人 他不怕那些规管 他不守规矩 就是我们很反对 不守规矩 不守规矩 我们也不喜欢 你严重违纪违法 当然更加不可以接受 我的看法就是 我们经常都说 叫人守规矩 就是我们这个节目 2018年 其实已经是叫人守法守规矩 2019年 当然不用说了 我们这个台 从来都是叫人 依规矩行事 但是当然这个世界 有很多人是不会跟规矩 没有办法的 这个世界就是 你银子花绿绿 始终有些人是会贪的 没有办法 还有有些人是一定会 兜兜答答 利用自己的身份 去收取一些利益 叭叭叭叭 叭叭叭 收取利益 什么都有 就是这样说 有些人不是完全为自己的 就是这样说 有些人做一件事 叫做公私两变 什么叫公私两变 就是他做的事 想的事 就是除了为了 为了公 又为了私 为了公之外 还有些事是为自己的 其实 如果说真的 一个大公司来说 让你一个人做事 如果是公私两变的话 其实我觉得这些人的问题 是不大的 有些人最坏的就是 全部都是为了自己 全部都是为自己 那些人就是最坏的 最PK 当然也有天下围攻的人 真的天下围攻 就是他自己做什么 都是为了公私的 那些人最后就很惨 为什么呢 因为他自己根本上 他自己的利益就会被牺牲了 很多时候 到最后那些人都会很后悔 有一部分人 因为其实 那些就是我说 那些社会上的老实人 就是什么都为公司 什么都为政府着想 就是如果政府打工的人 有这些 就是什么都为政府 他不会想自己 他不会想公司两变 他就一定要 所有都是拿正来做 那我以前有些师傅 都是那些拿正 纯粹拿正来做的人 那他 幸好就是老了之后 他其实就老人痴呆 那他就不记得了那些 不开心的东西 嗯 那 W吹吹有些衰好人 很惨 是的 其实如果 每个东西都拿正来做 那些人 其实本身做事已经很辛苦了 其实就是 就是你的体制 应该是鼓励多些人 就是天下围攻的 但是 当然你自己看看 香港的形势 天下围攻 就是围攻 为大家着想的特区政府 不是为自己权围 不是呀 为天下 就是为大家好的特区 其实政府很多政策都是为大家的 但是你看现在那些 就是有些人出来的 是怎么骂特区政府 你说多惨 就是我们为何要说这些东西呢 有时就是说 其实社会 就不是 那些人想得那么简单的 就是有些人 我不是说 某些人 就是纯粹为自己 有些人 做事都是公私两边的 公私两边有两个做法 一个就是为公多些 一个就是为私多些 那么 你自己看看 就是有些人 就是为自己 多过为公很多 你看到就是 就是香港现在的形势 就是 没有什么人呢 是为了大家好去做事 我说大家好 又有人说 我跟真BC讲话 跟真BC不妥 其实你好 我大家好 大家好才智真的好 那就是好 那就是好 其实不是好事 其实不是他说的 这句话也不是他说的 这句话 你要记得 是一个洗头水广告 在内地 你要先记得这件事情 也不是真BC讲话 真BC打招呼的时候 说的 Yanny Leung就是 特区政府被天下围攻 现在就是这样的情况 就是他们是不停的 其实是不会停的 这个黄斌 他在金融行业做了三十年 其实他就是 中国太平保险 和中国人寿保险 这两间保险 都是中管副部级的保险企业 就是他在中国太平保险 这个黄斌就做了六年 是掌陀六年 是三年多之前 才调到中国人寿保险 中国人寿保险 又是四间中管副部级保险企业 现在2022年 金融业中管干部 都要落马 其实金融腐败 其实是在推进 这个治理 2021年 其实都有些 金融业的高级管理人员落马 当然 你要记住 这个中国太平集团 和中国人寿集团 都是副部级的金融央企 而且 在国内保险业 是有相当的重要性 国寿集团的体量和影响 当然会大过中国太平 黄斌在国寿持团的时候 他开始了重振国寿的战略 当时很多金融媒体都有访问他 本来他是副部级干部 应该63岁就退休了 2021年他都没有退任 其实就是 还有 他上年12月 其实还有 去开党委会议 那些东西 很有趣 所以 究竟他是怎么落马 疑似 就是 中央第十一巡视组 对中国人寿集团做了巡视之后 他就 落马 大了 是 因为他是 2021年10月的时候 就有中央第十一巡视组 进了去 中国人寿集团 好了 跟着 去到 应该是12月的时候 就开始出了些问题 所以 这件事 也是有趣的 那 讲到这里 当然要讲一下其他东西 这件事比较旧的 但是有很多消息就 亂传的 不过 他们很多人 其实都不是很了解的 就是 不了解都是要 要知道的 是 不了解一下 不了解 其实就要了解一下 我的看法就是 哈哈哈哈 但是 那当然 就是 中人寿 有些人就说 喂 不信他们 其实我又觉得不需要 就是 我自己就很信内地的企业 虽然我自己就不在内地的企业那里做 他们的东西是没问题的 就是我自己也有买过他们的那些产品 那些东西 不是那些什么问题 就是 你说内地有这么多贪腐 其实 就是很坦白说 违规的东西 就到处都有的 都有的 没错 是的 违规的东西到处都有的 所以 你不能够说 就是 这些违规的东西 只是在内地有 不是这样的 这个世界 节目时间来都差不多了 好吗 是这样 拜拜